今次谈谈业势后,股价齐齐向好的预员和保证 先看看他们两值股份上半年的业势表现 预员上半年都赚超过1.8亿美元 岸年大增1.2倍,都是早前发过一个营起的上限 不过期内的收入岸年要跌大约3% 中期息派40港元,比去年多一倍 另一方面,见旗下的保证国际 上半年多散大约是一成,去到3.3亿元人民币左右 收入都要跌,跌近9% 中期息,连特别股息,派40港元,四毫子 刚才两份业势派在一起去拼 见预员和保证都很不弱而同 见到收入跌,不过盈利就有得升 会否反映成本控制上做到事可以 靠着省省省省省的开支,所以帮到盈利手 如果纯粹是两个一同一时间去看 预员本身上半年的业绩 基本上跟之前出来的营起 绝对值是差不多的 当然当中有一些one off的因素 但当中这个one off的因素 就被汇队吃回 所以业绩实际上影响不大 如果纯粹大家看预员的收入去看 虽然按年跌了3% 但当中大家要留意一下 收入里面是包括保证的 那个并表的效应在 但纯粹在预员的主要的业务 就是製造业业务 就是做鞋的业务方面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 做得上述不错 因为始终大家看到之前出来的 第一个继续的业绩 每个月都披露相关的数据 大家都会看到 就是整体的量是有些增长在 只是因为本身始终考虑到 本身主要客户开始有些回报复权 是导致到他们的平均的单价 是有数减低 因为始终你做体育用品的鞋 单价是比较低 所以就会拖一拖制造业的业务的增长 所以整体今年上半年预员业绩来说 基本上是一份对半的业务 业务就叫做都是收货对半 再看他公布了预员 有些最新的一些营运数据 看看他7月份做成怎样 见他的制造业务经营收益 按年增长两成二 而头七个月去累计的增长幅度 都有大约是5.1%半成左右 当中中国零售保证 收益跌超过一成 而头七个月跌幅有百分之九 中信里岸有说到的 说制造业仍然是主要动力 而第二季的相关收入增加 主要是产能利用率 和低基数效应所推动 这份业务其实也有说过 去年就说他们的去库全收期已经完 而全球鞋里需求都复苏 订单的能见度改善 是否真的维持到全年出货量 有个高双位数增长指引 是否应该可以容易达标 还是有点难度 其实看回他们今早在个call 管理层都提了 放了出来 基本上对于今年全年维持 数量按年双位数增长 基本上都问题不大 同时也提了 基本上跟他之前提出来的 也差不多 整体制造业务的平均单 按年有一个中位数 所以减少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整体的收入 在製造业的方面的增长 基本上是一个中位数 所以这边来说 基本上和市场预期 一路预期或者一路 街中调街的情况 也没有太大的落差 当然我想大家近期留意 就是比较最维持一点 就是说客户订单的情况 对于他们的毛利率的情况 会是怎样 其实今早在管理层也会提到 一件事就是说 大家看看今年上半年 其实预言在他们製造业务 业务方面的产能利用率 去到90% 但对应在第一季的时候 八成多 即是说暗示第二季的产能利用率 是进一步提升了 再高了 所以就考虑到 现在他们手上的 排单的情况 和订单的情况去看 其实他们都预期下半年的 产能利用率 可以维持到90% 甚至有机会再高一点 所以电商对于他们的 业务压力 纯粹看他们的製造业层面 今年来说应该 没什么太大问题 尤其是在无利率方面 当然纯粹看二年比较 今年上半年是下跌了 但始终考虑到 客户的结构有少少不同 产品结构也有少少不同 所以未来的下半年的无利率 甚至说全年的无利率 应该是和疫情之前的水平差不多 如果希文 照你刚才所说的 看到他们的产能利用率 公司那方面都说 其实都相信 未来都应该会做得保持得好 但因为之前看到他们最大的 客户之一 Nike 看到他们收入来源 大部分都是来自他们的 但看到他们早前 就下调了今个财年的指引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销售疲弱 又说全球消费趋势不平衡等等 预料今季的销售额会跌一成 全年更加会录得中单位数跌幅 这个情况 怕不怕它影响到予员的收入 不过见其他客户 例如是Adidas 相对上来说 他自己调高了自己的指引 这方面怎么看 纯粹是看客户收入结构去看 纯粹是看一点Nike都够了 你两个都占了差不多 总收入的大概三成半左右 有接近 当然大家对于Nike 都之前调低了指引 大家会担忧 但始终现在主旋律 对于整个体育 用国际品牌的产业链上游去看 从他们之前披露出来 或者跟这些更新去看 其实排单的情况 仍然相对比较理想 甚至已经排到第四季尾了 所以现在市场的焦点就是 好了 过了二四年 下半年之后 究竟二十年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今早 大家也有人曾经问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纯粹就是 跟现在的情况 始终现在你说 经历过超过一年半去库船之后 你对于国际品牌 都要做一些回补库船的情况 即使是个别的地区 例如大中华地区 未来的收入增长 未必会做得太理想 但还有其他地区 可以弥补到一部分的 所以纯粹从现在的情况去看 对于预言 今年下半年 刚才我们也提到 在手头上的订单 也不需要太担心 甚至是说 好了 你过完今年之后 明年的情况是怎样 我想大家去到第三季出业职的时候 就开始会问 明年第一季的单位是怎样 这个反而是大家要去看的东西 好